一人吴建豪因为他投资的公司有员工涉嫌非法持有大麻遭到警方的搜索 那么今天他南下参加一个代言活动时不断为自己自清强调不碰毒品 那么对此呢台中市长胡志强也热烈迎接 并没有受到案情的影响取消他的代言还当众替他加油 一人吴建豪到台中为公车代言再度为大麻案自清 因为我没有做任何错我没有做什么办法的事情 所以没有必要影响到我的工作 我现在工作还是蛮丰富的 然后还我还蛮期待今年的作品要出来可以推给大家 然后非常开心 吴建豪里的一个小平头看起来神经气爽丝毫没有受到大麻案的影响 他因为自己投资的公司有员工涉嫌非法持有大麻遭到搜索 吴建豪主动配合调查 磊落大方的态度没有影响到他来台中市政府为公车代言的通告 谢谢你来加油 大家都喜欢你 谢谢 真的真的真的加油 这次加油 我因为了解一两句听出来他英文很好 问他什么他是在美国长大 市长胡志强一身列车长了装扮 热烈迎接吴建豪还替他加了油 两人第一次相见欢 感想竟然是 然后他就称赞我说你的英文也不错 我有长辈称赞后辈的味道 一个是在国外长大的ABC 另外一位则是当过外交部长 两人互相称赞彼此的英文程度场面很逗趣 吴建豪因为大麻案受到媒体关注 走到哪都有记者发问 相较之下胡志强这回倒是意外成了在旁 陪陈的配角 中日新闻公寓的陈立如台中报道